快速道路上車輛不少 但休旅車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疑似沒有注意到 右前方有連結車發生追撞 車子先旋轉90度 接著再被沙石車追撞 夾殺 休旅車噴空 離開地球表面 休旅車車頭全會板進多株凹痕 玻璃窗擋風玻璃 碎光光 慘不忍睹 駕駛頭和手受到輕傷 有驚無險 自小客車撞擊連結車左側 導致該自小客車滑動 這起車禍發生在88快速道路 高雄鳳頂交流道附近 最外側的連結車停等 正嘴被嚇砸到 開在外線道的休旅車 一次沒注意車前狀況 左切來不及 發生擦撞 再被內線道沙石車撞上去 休旅車被夾殺 騰空旋轉一圈板 現場三方駕駛人均無酒駕情形 三名駕駛都沒酒駕 但警方提醒88快速道路 上下班車流量大 連結車也多 民眾記得減速保持安全距離 以免發生嚴重車禍意外 記者和夫人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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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